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做了一集M.2 SSD 散热器评测影片大受好评 更有观众要求可否加码测试一下 M.2 PCIe SSD 外接式硬碟盒的读写速度和散热表现 我觉得这个提案真的很不错 而且对于使用Mac OS 封闭系统的我来说 外接式硬碟盒更是再熟悉不过的随身配备 因为大家都知道Mac电脑里的SSD固态硬碟 都是焊死在主机板上面 所以在你购买时一定要选好SSD固态硬碟容量大小 事后是不太可能再让你自己去加大硬碟容量 除非你送给专业人士解焊 崇尚大容量SSD硬碟颗粒 不然是很难再加大硬碟空间来用 对于使用Mac电脑的人来说 这边总有3-4颗以上的外接式SSD固态硬碟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我大概选了我身边3组M.2 PCIe SSD外接式硬碟盒来比较 而这些外接式硬碟盒的速度 都是USB3.1和USB3.2 Gen2 Type-C传输规格 老实说USB3.1和USB3.2都是同样的东西规格 主要是差别在后面写的Gen1或是Gen2传输速度 以Gen1来说大约只有5GB Gbps 而Gen2速度则是它的2倍可达到10GB Gbps 所以如果你买来要安装M.2 PCIe SSD 一定要买Gen2 10GB Gbps 传输速度 不为什么 因为现在M.2 PCIe SSD乳写速度随随背面都是破1000以上 这么大的引擎动力输出 你却是装在刚性不足的车架上 引擎都还没有热起来 而你的传动轴却是差不多快要断了 承受不了高转速、高扭力的冲击 整个车架都快要闪掉了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在怎么没钱 一定要买USB3.1 Gen2以上的外接盒 首先第一个要测试的外接盒 是华硕 ROG Strix Aria M.2 NVMe SSD外接盒 目前售价是1990元 快和单买一支M.2 PCIe SSD 500GB一样贵了 而我会买这个也是看了最近才刚退伍的YouTuber 介绍上了车买下去 而它的做工和质感真的不会太差 整体外观有一定的水准 而它也是我介绍外接盒里面 最好安装M.2 PCIe SSD硬碟 只要用回温针就可以开启安装 完全不一定要用到它送的退针 而在上盖也有导热贴片 来帮助外接盒主控和M.2 PCIe SSD主控颗粒散热 它使用的主控晶片是详硕 而Smidia ASM2362也不算太差 综合以上的优点和设计质感 敢卖到1990元 我觉得也算合理啊 但外接式硬碟盒也要考虑到它的重量 毕竟它是设计来让你好攜带出门工作 另一个外接盒是OWC Envo Pro EX 目前售价也是1990元 和华硕的Area是同样价位 可能都是用一样强硕ASM2362才会同样售价吧 和OWC是在Mac界做桌边设备 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 我会花大钱买它 是因为香少在剪辑档案要和我交换编辑使用 一方面我也没有用过OWC外接式硬碟盒就给它败下去了 但一上手拿起来感觉真的是用料实在 重量还不轻呢? 做工非常卷约的一体式铝合金外接式硬碟盒 连公司Logo都省了 完全没印在上面 只有在底部一张产品贴纸 你才能知道是谁做的 打开背后4颗螺丝 第一眼可以看到黑色一圈的防水垫 它可是强调有做到IP67的防水功能认证 对你的储存资料又更加多一层保护 而它加传输键后重量约175公克 大约是你半只手机的重量 还好这是我放在家里给香少用 几乎没有带出门使用 最后一个外接盒 是我在买WD SN750 PCIe SSD的赠送品 它也已经放在我柜子里好久了 我都没有使用过它 想说也顺便拿出来测一下赠送的外接盒品质与水准 目前这个赠品外接盒售价大约是1000元出头 也算是中价位 質感也不会太差 也是全铝合金外壳 散热应该没有问题 而它使用的主控晶片 是智威科技JMS583 哎呦 这颗主控晶片在USB3.1 Gen2传输表现屏下还不差 想不到赠送的外接盒品质还不错 真的让人很意外 而它的重量加传输线约有97公克 也是这次测试外接盒最轻 体积也是最小一个 而这次使用的M.2 PCIe SSD 是WD黑标SN700 500GB 读写速度约3400和2500MBps 为了更准确温度测试 我已经把它的产品贴标先撕掉 这样应该没有人会再嘴温度不准了吧 唉我的宝固完了 所以麻烦大家多支持一下频道会员感恩啊 老实说我不建议你使用这么高速读写的M.2 PCIe SSD 在外接盒上 因为USB3.1 Gen2读写极限值也只有1000MBps 真的太浪费了 而且建构成本真的太高了 我比较建议使用中阶价位的SN550等产品会比较实用 只是我手向目前也只有这一支空着 在做备份系统使用 也只能用它来测试先和大家说好 而测试的电脑是我的老战友 2017 21.5吋iMac CPU是i7-7700 记忆体有32GB 目前使用最新Mac OS 12 Beta测试版本 我会使用这台老iMac来做测试 一方面想测试新版本的效能 也可以顺便了解升级后的这台老iMac处理速度 有没有被拖累变慢 而测试环境为26度上下的冷气房里 那首先测试的是华硕外接盒 传输线也是用原厂配送 首先测一下SN700 在华硕外接盒内的读写速度 而且我们都给它测三次 再看最后读写成绩是如何 好! Go! 表现不错 大约都在USB 3.2 Gen2理想读写速度 850-900MBps上下 再来看看大量档案写入后的读取表现 而测试设定我们都设在最高值上面 好!开始! Go! 嗯...还可以 起初写入速度可以在900MBps 但接下来在SLC快取耗镜之后 就稳定保持在860MBps上面 读取速度更是表现优异 可以维持在950MBps以上 这应该是ASM2362主控的极限读写水准上 在经过外接盒转接后 还能有8成性能表现 真的令人满意 这售价1990元外接盒 也对得起它的表现 算是相当不错了 再来测一下目前外接盒的温度 在正面外接盒的主控温度 大约是40度上下 而在背后M.2 PCIe SSD主控温度 大约是42度上下 这散热表现还不算太差 再来是OWC外接盒 它是目前比较中体积算最大 希望它的散热能力可以再好一点 而传输线也是使用原厂配送 我们不和其他厂牌的传输线交互使用 免得影响到传输速度 测试方法也是和华硕外接盒一样 都跑测3次 首先测一下SN700在WC外接盒读写速度 测出来的读写速度 成绩大约是用同样ASM2362主控一样水准 都可以维持在850-900MBps上下 再来看看大量档案写入后 讀取表现 OK GO 嗯...OWC的读取性能表现和华硕的几乎是不分上下 在同样使用ASM2362主控晶片并没有误差太大 不然真的可以拿去填海了 再来测一下目前外接盒的温度 在正面外接盒主控温度大约是37度上下 而在背后M.2 PCIe SSD主控温度大约是39度上下 这样散热表现真的不愧是大面积外接盒的优势 是目前散热表现算最好 但这个优势也是它的缺点 真的太重了 让人不太想带出门使用 最后是买M.2 PCIe SSD的正品外接盒 老实说赠送的东西我对它并不是期望太高 能用就好别太勉强它 先测一下SN700再赠送外接盒讀写速度 测出来的讀写速度成绩 大约在850-900MBps上下 哇!这颗JMS583真的不愧是大家公认 在USB3.1 Gen2读写速度表现非常优异 读写效能不输给ASM2362主控晶片的能力表现 再来看看大量档案写入后 读取表现 OK GO! 哇!我的妈呀!这种结果真的让人大自一惊 想不到赠送的硬碟外接盒也有如此好的讀写性能表现 在SLC快取耗镜之后 也可以稳定维持在860MBps上下 读取速度也是一样 和前面两个参赛者可以维持在950MBps以上 哇!这颗JMS583主控极限读写速度 真的让人要为它说赞啊! 再来测一下目前外接盒的温度 在正面外接盒为N达度PCIe SSD主控温度 和前面两者刚好相反不同 目前温度大约是42度上下 而在背后外接盒主控温度大约是41度上下 这种温度散热表现真的没有让我有太大意外 因为它的散热贴真的很难塞入盒子中 就算大力出奇机硬塞入也不能保证散热贴是有平整盖在颗粒上 和外接盒内壁平跌达到最佳散热 最惨的是要拆下来才是噩梦的开始啊! 由于高温加热把散热贴紧紧的和外接盒内部贴合 让我差一点拆不下来 最后又是出动大力出奇机把它整个拉出来 结果变成散热贴搞到破损体无完肤 所以这些不确定因素让它散热表现不好是情有可原 而且这种外接盒设计加上散热贴有一种一次性的使用感觉 所以当你要使用时一定要选好你的M.2 PCIe SSD容量大小 放进去要再猜出来会是你最不想去碰的事 根本是噩梦一场要记住啊! 最后我把测试结果图表化整理 在三个外接盒的读写速度是不分上下 在同样USB3.1和3.2 Gen2下大家的表现实力相当 所以你只要选择这两家的主控晶片 详硕ASM2362和微制JMS583 大家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读写高速品质保证 而在散热表现这方面 就真的是体积越大散热性能就越好 所以这就要看你是要放在家里或是好携带出门工作用 就按照你个人所需去选择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M.2 PCIe SSD外接式硬贴盒 只要你买对主控晶片 都是可以保证你的M.2 PCIe SSD有很好的读写性能 速度也可维持一定水准之内 至于要买哪一个?就看个人口袋深度了 像华硕而略就是设计好拆装也携带方便 而OWC Envil Pro EX是诉求保护你的资料安全和高效散热性能表现 而赠送的外接盒真的是你口袋不深 预算不足的好伙伴 读写性能表现都有一定水准之内 只是在DIY自行加装散热贴 真的是折磨人的苦才士 但它也是里面最便宜USB 3.1 Gen2硬碟外接盒 才1000元出头有这样表现 也就不要太勉强它了,对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